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紀補習社 今天繼續有我Dennis和中紀教大家怎樣去選好股 之前那幾集就跟大家講了PE和PEG 這類型我們叫做earning base的一些估值工具 今天開始會講一些asset base的估值工具 就是這個PB 大家都比較常聽到的 但可能會比PE來講就少去接觸 或者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們會有一個asset base的估值工具 PB的意思就是P就是現在的股價 B就是book value book value的意思就是你在資產負債表裏 資產減負債 資產減負債或者減少股股權益 或者非股股權益 因為有些資產不是屬於你 屬於奸顧人的 即是有些子公司可能你佔九成 有10%就不屬於你 所以那個子公司的資產 其實你要值10億的話 其實有一億就不是你的 你扣出來 所以你嚴格過就將所有資產 減所有負債 減少股股權益 或者叫非控股權益 以後出來的就是資產正值 或者叫股股權益 你將股東權益 或者資產正值除回販股數 販股數通常在資產負債表裏 都會找到的 在資本上 share capital 可以找到它連結日那天 有多少販股數呢 你除一除就可以算到每一股 每一股資產正值 或者每一股股東權益 你將股價除回每一股 book value 得出來的就是PB 或者叫市漲率 市漲率通常就越低越好 如果Fa Fink Seekle 就越低越好 代表我們叫資產資料股 譬如帳面值1元的東西 現在你5毛錢買到 即PB是0.5倍 比較低的水平就為之吸引一些 為何有些專投資撐呢 投資者的感覺就安心一些 他未必考慮盈利 總之我有那麼多資產來支持 你要支持我 就覺得賣得安心一些 意思就是萬一出了時間公司 竟然不善又好 或者破產或者清盤 變成他將資產變賣了 解釋他又可以先賣帳面的資產價值 先放棄 然後還給債權人欠銀行的錢 諸如此類或者欠供應商的錢 你減完出去之後 理論上拿回帳面的資產定值 變成1元的東西 我現在5毛錢買到 就算他清盤的話 我覺得也不會輸錢 是很划算的 所以就從這個角度去參考 但有些特別的行業會看PB多些 PB通常會集中看淨資產 通常我們會是銀行股 或者是地產股 會比較集中看多少資產 地產股大家會明白 即他身體有多少物業等 但為何銀行股都會看PB呢 銀行股通常我們就說 他大部份資產都是貸款 即他存戶放錢在他那裏 就是他負債 然後他拿了存戶的錢後 譬如貸款給人買樓做安企 那些客人欠他的錢 或者貸款其實就是他的資產 即和大家普通做生意的概念 是相反轉的 相反轉的資產和貸債 他的資產就是貸款 當你的貸款減了一些不良貸款 即如果收不回 有100個客人可能有一個客人收不回 你將他做一個減值 做一個撥備 扣了之後出來的帳面貸款 就應該比較反映他真實的價值 真實的價值 當然前提就是 他做的不良貸款的撥備要充足 或者他停估不良貸款時要比較合理 是 不過現在也有一些巴塑爾條約的規例 都要求他們 要求他的資本充足比例要多少 也有一個撥備上的要求 撥備就是政府 中國政府如果沒有記錯就是150% 即是你那個外壞賬 或者不良貸款的撥備覆蓋率 即他有一百元的NPL 即不良貸款的話 你銀監署就要求你中國的銀行 即國內的銀行就要撥備150元 即150元要充足 所以要充足的要夠的 不僅僅夠要多些 即保守一點 你做了撥備之後 你出來的貸款的帳面值 就應該很反映他的真實價值 如果投資者就拿銀行股的帳面值 來做一個參考 一個股值的參考 來看看他的股值是否吸引 明白 那最好就是小股值 嗯 是 但如果我去拿PB去做一個 就是PEER的comparison 譬如港股 你會發覺香港有些 譬如匯豐、中銀這些 公司的市漲率 是會高過一些內銀股 那是否代表內銀股可以買得過呢 除了看那個 純體的數字的市漲率之外 你都要想一下質素 是 要想一下質素 還有就是想一下 那個 即帳面那個book value 有沒有高股度呢 有沒有水分呢 那為什麼中國那四大內銀股的PB 不是永遠 近這幾年其實都是低於1 很不尋常的 正常呢 銀行股的PB應該高於1 你想像一下 你帳面的值之外 其實它沒有包括一些有價值的 可能是無形的資產 在這裏 譬如網絡 即銀行譬如匯豐 你喜歡去匯豐借錢 好些 品牌也值錢 客戶的網絡也值錢 有些商譽品牌也值錢 這個沒有反映到資產負責表面 所以它的book value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低估了 應該是低估了 所以投資者應該給一個premium 即高於帳面的book value 去買值股票 理論上 即是銀行股 是銀行股 但是為什麼現在四大內銀股 全部都低於1 有些產品引導 可能只有0.5、0.6倍 例如中國銀行 可能0.6倍 但是中銀行也叫做三大銀行 除了近期可能實際些 甚至建行也不超過1 即全部都below1 即below賬面的資產負責 那為什麼呢 很明顯就是 投資者不太信任的質素 尤其是貸款質素 即是他覺得你公佈出來的NPL 不良貸款的比例只有1.5% 很低 即100元的貸款只有1.5% 是打算收不回的 即是似乎可以跟市場看真實的情況 有些猜疑 他覺得不應該那麼低 因為這個那麼低 是比美我們香港銀行 甚至比美匯豐 但是你覺得內銀貸款的質素 有沒有那麼好呢 因為始終借錢的客戶群都不同 譬如你香港都是一些收入可能穩定些 買樓為主 但是譬如內地可能會周期性些 製造業或者農業等等這些 很多不同 但有很多是主要為貸款的政策問題 有些人覺得不是一個自由市場 根據你那個客戶的實力 還錢能力 即是可能有些折扣在 覺得叫藥主導 即是說得不好聽 叫藥主導 即是有些要做一些國家任務 國家任務 即是想當年2009年 即是金融海嘯 全球金融海嘯 要救市 要支持 要4萬億救易方案 那時就要將4萬億的貸款 貸出去 令到支持GDP的增長 很多可能貸給一些地方政府平台 當然是做基建 搞鐵路、搞路 其他基建項目 可能有些明明是未必會收回的錢 它那些項目可能是 不是根據那個project 究竟還錢能力未來的前景 cash flow去貸款 另一類就是地產行業 都比較高風險 再另一類可能是那些 產寧願過剩的行業 可能是鋼鐵或煤炭 包括已經是overcapacity 即是產能過剩 你再貸款支持給它 再建多些鋼鐵廠 或煤炭廠 更加overcapacity 更加產能過剩 你知道這個貸款 就不太好質素 但這麼多年來 就變成內銀都沒有 在帳目上 沒有去面對這個問題 還是1.5%NPL 投資者就不太信任 所以在股價反映出來 他覺得你的NPL 可能不是1.5% 可能是5% 即是真實那個 變成你如果是由1.5% 升回5%的話 你貸款的金額 賬面的金額 價值應該下跌 從而令到你那個 賬面的book value 應該下跌 所以現在你的PB是0.6%的話 可能真實變成1.5% 可能市場覺得 這個就是真實的 但一股股股大家都不知道 那麼多年都是股 那麼多年都是股 但是不相信它公佈出來的那個 明白 所以那麼多年都不會過一 不會過一倍 所以其實股值都 就是 剛才早幾堂所說 長遠來說都是一個稱重機 可能市場都 看到這個 他看到 沒錯 是的 那麼就 下集我們就會講 地產股怎麼去看它們的股值 那都是類似一個PB的股值 但是我們就會做一些調整 那麼詳細大家密切留意著 下一集吧 拜拜 OK 拜拜